大家好,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聊聊这边的奇闻异事 今天咱们聊个劳工短缺的话题 在这之前咱们聊过建筑的医院的护工和护士 那样的需要人,有很多的急诊室啊 什么的医院的急诊室都关了 或者是临时关,就是因为没人 没有护理人员和护士 像咱们建筑业咱们都谈到过缺人 甚至超市啊什么的都缺人 现在咱们聊聊餐饮这个行业也是问题非常突出 加拿大的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就是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第一季度 住宿和餐饮业的岗外空缺率比2020年高出了88% 也就是说酒店和餐饮业 就是酒店和餐饮业加上餐饮业 这一块空缺88%这两年 在多伦多有一个烧烤餐厅 他是2020年1月份开业 这人也勾备的,正好1月份就是赶上疫情 他就开了,开了以后,这老板叫Richard 咱们今天主要谈的就是中国的餐厅 因为中国的餐厅它有一些特殊性 因为很多地方你要绘中文 这个老板Richard呢,他就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很艰难 维持到现在 所以为什么说一开始简单 你想2020年1月份 正好是疫情的开始爆发 而且我们是这边是三月份就开始封城了 所以他刚开张就封城 这个呢,咱们加一个插曲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也是2020年1月30号 我也签了一个合同,租了一个房子 准备要开个餐厅 合同都签完了,我们也都准备好了 结果呢,疫情开始 我这个朋友呢,跟我合作的朋友呢 他正好去美国 一发生疫情以后,他进不来了 所以等于就停了 我就赶紧把这个房给退了 因为我签合同还没有close 只是交定金了 就是没办交接呢 我就给退了 应该是1月30号办交接 当时是1月20几号 我就赶紧给退了 所以现在想想也算英明吧 要不然的话这几年就非常艰难 所以这个Richard这个 他这个烧烤店呢 就是2020年1月份开的 所以他就一直就是艰难的 你想要开了关,关了开 这个疫情一直一波一波的 反复这样 所以他说的本来是应该建好了 现在整个加拿大一定都完全的放开了 跟疫情前一样的水平了 大家该吃吃喝 该玩玩玩了 可是疫情以后招人这个难题解决不了 这个从咱们已经说了几次了 甚至我上次讲的就是 这个安省的福特这个省长 他都急了 就跟联邦政府要这个配额 要劳工配额 那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呢 他一定就是 Richard说呢 说现在一天招联员工呢 招不到 所以只能够抬高工资 加大工资 然后那你的成本就加大了 同时呢 在明月轩有一个任经理的 叫Andy的 他也表示说这段时间呢 餐营餐厅运营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们每天必须留意厨房厨师员工的动向 担心他们随时会辞职 这个你想这老板啊 天天这样也真的是挺累的 你要注意的生意 生意忙了又没有工作人员 所以有很多的洋人店 他就不开那么多天了 这个中国人呢 他的想法跟芽儿不一样 芽儿我没有那么多员工嘛 我就开这一周 我就开三天 开四天 这个Andy说呢 他说我们餐馆的后厨人手非常少 所以我们像这些经理啊 这些这个前台有时候要过去帮忙 Andy还表示 他还补充说呢 现在高薪聘请帮手的情况都越来越普遍了 也就是说 招厨工的厨房的帮厨 一周都要900到1300加币 原来的帮厨一周也就七八百六七百 现在都将近加到一倍了 这是帮厨 那你的主厨呢 你还得涨啊 所以整体的 实际上就整体的成本上晚上涨 但是就这样还招不着人 他说完全打破市场规律了 这老板们抱怨不已 现在就普遍的问题啊 Andy还说呢 他说在疫情前 招人这件事并不像现在这么难 确实原来还有很多的各方面的人员都可以招到 补充也能及时 那许多外劳工为了拿到他们的身份 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所以你就只要能稳定 你生意好能稳定 他就像我说的 到时候你报税 他为了报税嘛 报税 报一年税 我就可以申请移民 所以呢 就相对说要稳定 就疫情前 二部分中餐馆来说 他们要需要是会中文的 然后你要熟悉华人饮食文化的员工 说白了就是中国人 你要招中国人 因为中餐馆你要招中国人 因为他的菜单 他的进货 甚至在厨房里工作 都是用中文 所以很多的这个厨师啊 或帮厨啊 他的英语水平不高 我指的是这个中餐这一块 很多的都 你说想中国的中餐厨 是有多少会英语的 尤其原来啊 现在可能好一点 因为他这块呢 就完全要限制了 你招当地人 或招其他族裔的人 新员工这样 对于老来员工 他就加更点更不行了 也就是说的英语 因为他这边的餐馆 你他现在都是电脑的嘛 但是他电脑他用的是中文系统 餐厅点菜 直接传后面都是中文 所以他这个招人的就非常非常麻烦 布伦多万景市的这个移民公司顾问 是这个吴先生 他说呢 他说华人学生很少到加拿大学餐饮相关专业 也就是说 酒店管理 餐饮管理和这个烹饪这一块 也有 我原来我说呢 跟我来干俩小伙伴 一个是北京的 一个是广东的 就学的是餐饮烹饪 非常简单 所以我就觉得 我说你们这能毕业吗 他说 语言也 英语也就那么回事 反正就是 只要能上课 就能毕业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 说那呀 这不好毕业 放心 这边相对说要简单 吴先生说呢 他们更倾向于学IT啊 会计啊 或者是父母想要他们学的专业 就是现在的学生 很少学餐饮这个行业了 对于聘用海外劳工 现在有安省移民提名项目 那就是现在对于海外劳工 现在有安省移民提名项目 其实这个呢 早就有 这就是我上期节目说的这个 海外劳工签证的 他讲的就是这个 海外劳工来帮助雇主 满足劳动市场的需求 同时还有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 这个项目 可以让加拿大雇主提前了解 了解海外的劳工 这下面他就讲到这个问题了 不过呢 这个审批 一般都到一到六个月 而且这两个项目对雇主来说 也有要求雇主的企业必须在大多伦多地区 至少有100万的年净收入 也不是不是营业额 而且需要有至少五名全职员工 是加拿大人或者永久居民 同时呢 他有一个就LMIA的项目 也就是说要求雇主必须表明 没有加拿大员工或永久居民 能够胜任这个位置 你才能去海外招人 所以这个就是海外劳工要求的标准 对于说呢 对于我们那种小企业来说 这根本就做不到 你想想他光利润都要100万 他因额得得1000万 所以一般的企业他都做不到这点 所以就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对此呢 他这个安省劳工培训和技能发展厅 这个发言人 他说呢 他说政府已经做了史无前例的投资 给这些项目来帮助雇主寻找劳工 而且呢 政府也提起一个新项目 来为600位求职者进行培训 帮助他们在烘培业 食品科学 已经食品生产和处理行业找到工作 当然这个比如食品加工 他有好多食品厂啊 食品加工啊 那个餐厅啊 工培就是面包啊 蛋糕啊 这些等等的这些 跟食品有关系的 政府拿出来相当的一部分资金 但是这是只是当地 外劳工的这一块 那刚才就说了 这是有标准的 所以这个话 咱们聊这个话题是就同时带到了雇主移民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我说的这个是有相当的标准的 同时还有一个语言的标准 所以如果你要说以雇主移民过来 非常非常不能说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如果有人以这个为诱饵 让他上当 那你要小心 现在这个整个加拿大的劳务市场来说 是非常近的 人手是非常近 但是他的条条框框 这个招人的门槛还是确实还是很高 像刚才说的 其实他这些都没变 这些根本就没变这些政策 但是呢 他又缺人 所以现在他们这个联邦啊 和省政府啊 就在大家 这个问题呢 我原来经历过 就是我做生意的时候 曾经就招人啊 就有这个 完全是这一个过程 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麻烦 所以你真正的原水解不了尽客 如果你人到这了 比如有的人很多人问我 说你真的好不好找工作 大家都关心这个 挣多少钱 大家看了我说了这几个行业 都非常缺人 就是看你能干哪个 喜欢干哪个 其实工厂也都缺人 所以你要人在这儿 找工作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除非你自己不成 所以很多人问我 能不能好找工作啊 这挣的怎么样 我觉得都说没问题 我是这么认为啊 那好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帮我点赞订阅 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见